你知道你这些日子使欢的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沈黎一气呵成这娴熟的刀法 让行云叹为观止 但就当他想要夸一夸时 这不经意的碰撞 竟让沈黎的脸变得通红 此时行云生怕他突然发飙 哪知沈黎静一反常态地跑了出去 要说他堂堂的灵界避苍亡 居然因为一个人间的男人而红了脸 但就他在外面愁愁时 厨房内的行云正在一步步地切菜做饭 只是一小会的功夫 他就做好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可可的 吃饭了 你再用换畜生的方式换我一次 沈黎 吃饭了 万年以来人人都把他当作王爷 但凡来找他不是上战场就是去练兵 而这叫自己吃饭的声音 他还是头一次听到 原来沈黎这个名字 也可以和那么日常的琐事搭配在一起 沈黎吃得大块朵银 他的眼里和心里分明就是喜悦的样子 看见他吃得如此开心 行云的嘴角也不自觉地开始上扬 快吃吧 等会儿还要对客人 至于行云口中的客人 就是之前被审理打跑的顾承睿 这次他来的目的就是想找行云为自己算上一挂 并承诺倘若今天他算得准成 那么以后自己就会承包他在这里的荣华富贵 但是顾承睿所求只是想问 他何时才能坐上城主之位 然而老城主的寿命关乎这一城的命运 所以对于此事他无能为力 大公子说 今日想要踏平此处不堪不易 若是你想坐平此处 我看倒有几分可能 只见他话音刚落不成锐 就泼了他一脸热水 还示意手下拿着刀剑冲了进来 但就在他想要进一步羞辱行云时 突然飞出一根竹竿将他打出去好远 这群乌合之众自然不是沈莉的对手 只见三两下他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他们走后沈莉好奇 为何他在自己面前那么厉害 可如今却又这么无能 但行云却说自己并没有他想象中厉害 他只是一介凡人最终也会生老病死 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这俗世红尘 到了晚上沈莉很是担心的为行云熬药 但他却连抹布都不垫就拿手去端药炉 看见他烫红的手心行云忍不住的唠叨 说完还万般小心的为他吹起 此刻沈莉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因为自己从来没被人这么关心过 第二天行云带着沈莉来到了锦岳府 而这里也就是老城主的二儿子顾承锦的府邸 他与顾承锐的性格截然不同 这里的很多大臣也极力推荐他来当着少城主 想要对付顾承锐这把刀可是世上最锋利的一把 也就在这世顾承锦来了 为了得到他的信任 行云说自己的计谋可助他得偿所愿 但奇怪的是当看到他的一瞬间 行云脸上的神情像急了在看一位故人 随后行云便跟着顾承锦去后院一室 而沈莉就在院外等着他出来 此时他发现这亭中的荷花似乎并不简单 可就在沈莉想要进一步查看时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哪只女孩在上来十一个狡猾差点掉入水中 可巧的是沈莉看见后着急地把她接住 还一不小心扯下了她的腰带 此刻路过的随从以为沈莉在欺负小河 还大声嚷嚷着叫人过来 众人的吵闹声引来的顾承锦 见此情景她先是把众人呵斥下去 然后又温声细语地把小河抱回房中 然而这小河并不是普通的人类 沈莉不明白为何顾承锦会在府中豢养妖灵 为何不顺势留在府中 沈莉你看今天给你买肉质了 其实顾承锦的密室藏着一个昏迷的女子 而她似乎一直在等着女子的醒来 更奇怪的是妖灵小河并不知道密室的真相 另一边的顾承锦从没受过这等屈辱 她便找来道士扶生 想让她去找行云两人替自己报仇 带我捉几位方氏帮大公子除去便是 我要让那两个妖孽看看 他们算什么东西 他们去探我屁股 2 4 1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